一只小的大猩猩 它有可能背后是 比如说一到六只 成年大猩猩的生命 游客到动物园看动物 都喜欢几穹熊猫馆 看憨憨的一样 但事实上台北市立动物园 还有一种动物厂被忽略 稀有程度却跟熊猫不相上下 电影金刚也用这个形象为主角 厚实的肩膀和粗壮的手臂 十分凶猛 甚至不雅为狮子老虎 但强悍的魔兽 然而金刚猩猩最大的敌人不是狮虎 而是奸诈狡猾的人类 盗猎者频繁让金刚猩猩数量逐年减少 已经列为疾病为物种 台北木扎动物园的宝宝 就是其中极为罕见来自野外的金刚猩猩 三十年前左右的时候 因为动物园有 那个时候是购买动物进来 那时候跟动物商谈的条件是 希望是从其他的动物园或其他机构繁殖的后代 宝宝他进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的文件上面写的 他不是动物园繁殖的 他是从野外进来的个体 那当然第一个这个 从契约的角度 他就不能交货 是星光那边有赞助 那他们的董事长就愿意出钱 买下宝宝这只个体 然后那也很慷慨的就把动物 就是赠送给动物园 其实现在来看这件事就是 你第一个怎么可能可以从野外进动物进来 以金刚猩猩猩来说 一个家族通常都是一个公 一只公的银背大猩猩 然后他有可能有一到五只母的大猩猩 然后结成一个家族 然后有他们的小孩 所以你一只小孩在野外被盗猎 如果是射陷阱抓到那就还好 但大部分状况下都有可能是整个家族都反抗到最后 那所以一只小的大猩猩它有可能背后是 比如说一到六只成年大猩猩的生命 那你就可以知道金刚猩猩 大猩猩这个物种的取得跟交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它后来被提升为 繁衍金刚猩猩成为全球保育重要议题 咱们黄金单身和宝宝也将担下这个重责大任 代表台湾前往荷兰做猩猩 最快三月就会出发咯 想知道更多宝宝的故事 快点下一支栋新闻 他其实不太喜欢男生 有可能他是被野外带进来的背景有关系 他还记得他小时候 他的家族是如何被猎杀的 其实一开始接触是有点对害怕 没有想到我会一来非洲去 然后要养这么大的动物 因为像他刚才对你们这些敲门动物 其实他刚开始在我养他的时候 还是会这样对我 某程度这样可能要宣誓 就是他 这是他家 他可能还没有非常认同你这个人 他就不想理你啊 不帅你啊 大家也听见不开心啊 一直在花时间 花时间让他去死 就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然后感觉渐渐就是小门的频率变少了 或是他比较不会对我做这动作 会有一些改变 他的行为上面会有一些改变 也就是任性的小孩 皮皮的小孩这样 都已经就二十七八岁 然后翻滚啊 干嘛很开心啊 我是就是跟你在那边 在室内在那边 冲来冲去跑来跑去 是要跟你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小孩 小朋友会咬他自己的脚掌 这样一般人这样抱起来咬 就是躲猫猫啊 要去找他 那也是花了可能真的一年多的时间 那才比较会有这个的行为 那要跟你互动的部分 那就可能真的要接受你 其他摸他比较 但我是可以 当下其实是还有点 就是担心之后也是蛮难过的 就会觉得要分开这样子 最主要他在那边 可能会过比较快速吧 因为国外的那个动物园场地 其实非常的大 那他可能也许会有另外一个 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也许就是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他不知道可能就说 他可能要看到学校有的地方 我想他不知道 好好保重 也许这已经不认识我了 在那边过得太开心这样 金刚星星并领绝种危机 台北木扎动物园的金刚星星宝宝 因此康莎重任 即将前往荷兰取洋牛 F4是繁衍后代 而且宝宝跟你们这些单身狗不一样 他可是黄金单身汉 一去便坐拥整个荷兰后宫当皇帝 你要让他先形成家群的时候 一定是一公 家族的时候你一定是一公多 以台湾的状况 你说我们要引进另外两只母的 难度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 欧洲动物园局水族馆协会合作 宝宝是从野外来的 他会让他的基因多样性提升 目前他要送去的地方 像是荷兰的Appen Hall Primary Park 荷兰远方还打算让宝宝即刻登机 成为新一代的一辈 也就是家族纸长 AER来的三十多年的宝宝 从未经过女色 一出扎金马上要成为 众嘉丽们拥戴的对象 幸福之余可能要斗多抢这身体 对宝宝来说其实我觉得挑战还蛮大 因为他要学习 他要适应性的环境 然后他要学习如何跟其他大行星个体互动 那最重要他最后谁要学习他如何当一个家长 因为银背大行星其实是要 掌控整个家族的事情 所以他去那边等于说 统领很大的后宫吗 他要学习 如何面对这么一大群母星星 母的跟母的有时候会有一些 你就是没办法处理的状况 有点类似后宫传 想知道更多宝宝的故事 快点下一只动新闻 黄金单身和金刚猩猩宝宝 终于准备脱路前往荷兰取境啦 回顾宝宝在动物园30多年的日子 除了和保育员铁粉建立深厚感情 也发生不少趣事啊 1987年2岁的宝宝初来胎 差点因为走私野生动物身份不服契约 连动物园大门都进不了 准备退货前耗在星光人寿 出手花430万元 买下宝宝送给动物园 宝宝才正式成为动物园大家庭一员 后来宝宝进入青年期 因为一次检查能受益对他推荐 他因此恨透男生 看见你吹玻璃怒吼 但对美女就很百依百顺 另外最有名一次事件 2008年好奇心很重的宝宝 竟然逃出栅栏 在动物园里面爬爬灶 对他来说轻轻一个擦身 但被撞到的女游客却得住院治疗 还害当时的副园长一直赔罪呢 每年儿童节 宝宝也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柯皮熊赞都跟他同框过 接下来宝宝最快3月 即将离开成长的家乡台湾 也许没有机会再回来 让我们一起谢谢宝宝带给我们的欢乐时光 大家也赶快趁最后机会 快去动物园看看他吧 想看更多宝宝的故事 快点下一只动新闻 他坐在那边眼神是非常的悲哀的 我自己也当想以后常常来看他 你相信一见钟情命中注定吗 周二苹果造访台北市立木匣动物园 当天寒流来袭 温度只限下9度 连摄影大哥都冷得直发抖 动物园只限小猫两三只 非洲区的金刚猩猩区更是门可罗雀 但有一个小小身影不为风寒停住在玻璃前 双眼温柔目光默默陪伴着金刚猩猩宝宝 两天不见啊 这么冷你还跑出来 当初营养吸引过来 但后来逛动物园的时候 我就看到宝宝当时坐在那边 她坐在那边眼神是非常的悲哀的 我自己也当想以后常常来看她 但是在这过程中慢慢就越来越熟悉她 因为一个眼神 杨小姐成了宝宝铁粉 三年来一千多个日子 她隔几天就会来探望宝宝 风雨无阻 有时候还会当起纠察队 提醒敲玻璃悬滑的游客 记得给金刚猩猩平静的生活空间 你会了解她也认识你了 有时候就是她会 你接下来她会亲近会靠近 有些游客问我 我都说我就是他们的好朋友 最快三月宝宝即将离开台湾 远赴荷兰取亲繁衍后代 杨小姐心中虽疑疑不舍 却也替宝宝感到开心 宝宝准备要去荷兰的话 那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不舍 当然啊 我已经做了好多的动作了 首先我一直在认识荷兰的网友 就都拍动物的 所以也跟他们约好说 以后他们在Apple后 希望能够多拍宝宝的 我要祝福他多七多子多孙 还有有很多的食物 很多的水果 想看更多宝宝的故事 快点下一只栋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